大批民眾一早來到 樸岩順泽宮 從裡到外 甚至連馬路上擠滿人潮 你這擺人沒給拍水 排隊人籠繞了一圈又一圈 廟房特地拉起繩子 人車分流就怕影響交通 時間一到準時發放冠軍帽 幾點來的 三點 你之前有拿過順泽宮的帽子嗎 沒有 第一次 你從哪邊來 台中 就怕拿不到 有人半夜就來卡位 順利拿到第一頂帽子 不同於過往 這一次的冠軍帽不用登記 排隊就能拿得到 廉價四天 廟房總共送出四千頂 一天獻領一千頂 尤其雙十連假 許多民眾專程來這裡拍照 也成為熱門打卡景點 高雄 會不會去附近的景點 待會可能會逛一下 對 繞一下再回去 要去南部玩 然後繞到過來 然後這間地也會順便玩這樣 對 對 對 就算沒拿到帽子 也要來順泽宮走一走 更有不少單車騎士 騎車遠道而來 當訓練 對啊 希望成績能夠好一點 廟裡幾爆人潮 一頂冠軍帽帶動 在地觀光 今年的國慶假日 彰化又多了個熱門景點 記者連家慶 王毅超 王百音 S角組 彰化採訪報導 Modau